大家好,我是大池 很多人把鸡爪买回来都是直接吃 其实鸡爪有很多好吃的做法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香辣入味,软浪脱骨的红烧鸡爪做法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从市场上分期买回来的鸡爪 先给它修理一下手指甲 用剪刀全部给它剪掉 防止吃的时候割破嘴巴 大家知道鸡为什么只有四个指头吗? 那是因为鸡属于鸟类 鸟类在树上为了抓紧树枝逐渐进化为四爪 三前一后是为了更好的抓紧树枝不至于坠落 所以鸡也就只有四个指头 这是净化的结果 全都处理好后 往鸡爪中加入两勺面粉一勺盐 抓拌均匀 使每只鸡爪都裹上面粉和盐水 面粉可以更好的洗掉鸡爪表皮上的杂质 盐可以杀菌 抓拌两分钟后 把鸡爪倒进清洗盆中 用流动的水将鸡爪一个个清洗干净 然后用一把可以剁骨头的刀 把鸡爪剁小块 一分为三 全都剁好后装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佐料 去皮洗净的生姜 一块切成生姜片 另一块切成姜末 切好后分别装入碗中 几颗大蒜 切成滚刀块 装入碗中备用 几个青红椒切成圈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碗 加入几个干辣椒 两块桂皮 两个五角 三片香叶 加水给它抓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灰尘 接着把处理好的鸡爪倒入锅中 放入姜片 打好蝴蝶结的葱结 加入两勺料酒去腥 一勺白醋 适量水没过鸡爪 先开大火 煮沸后转中火 焯水10分钟 煮好后打开锅盖 将鸡爪用漏勺捞出 放入凉水中 这样可以使鸡爪 吃起来肉质更加Q糖 在凉水中静置一分钟后 再清洗两到三遍 洗掉附着在鸡爪表皮上的一些杂质和浮沫 起锅加入适量油 油热后下入姜末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姜的辛辣味 接着下入焯水洗净的鸡爪 翻炒均匀 让姜末去除鸡爪的腥味 接着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老抽提色 一勺白糖 一勺盐 提前准备的桂皮五角香叶干辣椒 中火翻炒 使调味料都均匀的附着在鸡爪上 翻炒一分钟后 加入适量水没过鸡爪 盖上锅盖 中火焖煮15分钟 好了朋友们 这道红烧鸡爪 是不是做起来很容易呢 如果您也想试试的话 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我 感谢你们的收藏 转发和评论哟 这时候鸡爪也焖好了 打开锅盖 哇 真的好香啊 我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 隔壁家的小孩 闻到这香味都常哭了 转小火 把里面的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夹出来 加入大蒜 青红辣椒圈 中火翻炒10秒 一道又香又辣 又软又烂的红烧鸡爪就做好了 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柠檬鸡爪吃腻了 一定要试试这道红烧鸡爪 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点开我的主页 关注我 您将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观看